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納指創收市新高 深圳科創版直線上升 今天輪到香港的科網股衝刺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恒新指數的表現 全日恒指升了0.3%,收報26210 成交都繼續暢黃 有2068億 今天講股發來發去 恒新指數可以說是跑輸個別股份 特別是大型科網股 最主要因為本地有少少疫情 重新爆發的跡象 昨日和今天都有些不明來源的確診個案 所以有些本地股受到影響 拖著恒新指數 但是整體整個氣氛 股市氣氛仍然都很刺激 最主要受到剛才這麼說的 就是外圍的納指 即是創的新高 收市新高 而內地的科創版 深圳的創業版指數 一直直線飆升 刺激到資金 繼續流向一些大型科網股 其實現在的錢 都繼續在美國流過來 大家知道金管局又接錢 很多錢流進來之後 現在很多板塊都升 譬如說 今日《經濟日報》都寫到 就是胡亂炒 炒到資源股都炒 金屬股都炒 不過今天就回到大型科網股 我們逐一逐一看 先看納斯達克指數 雖然納指其實是三頂倍尺 創了新高 的確在6月份的時候 開始創新高 6月頭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年初的高位 2月19日做的 當時的高位是 九千多點而已 九百三百 這裏 6月10日 首次升破一萬關 首次升破一萬關 第一個頂 第二個頂 最近期又在做頂 但是14天RSI 就頂背遲 本來就不是好的跡象 不過現在大家不理了 因為為什麼呢 無限量寬 大家覺得美國的疫情很厲害 現在去到六萬宗 為什麼又不害怕 現在我覺得 我嘗試用市場的解釋 雖然其實我自己都不喜歡 不過現在沒有用 因為股市 股市有事 就是有強權 沒有真理 股市就是有錢 到就是真理 就不理 那些 現在就是說 3月23日 聯儲局說了無限量寬之後 就覺得 其實如果疫情 越是緊要的話 越差的話 市場的邏輯就覺得 越是要放水 財政政策上高 政府越是多補貼 貨幣政策上高 聯儲局越是放多些水 所以疫情差 股市就不理 好了 所以現在不斷衝上去 納指創收市新高 我們看看深圳的創業板指數 大家看到這幅圖 直線上升 近期 拘捕秋升的情況很重要 自從 又是6月的時候 6月19日突破了今年年初高位 它就一直扯上去 越來越快 升得越來越快 今天升近4% 深圳創業板指數 升4% 內地當然市也很刺熱 怎麼刺熱化呢 內地其實連續多日 成交超過1.5萬億 今天的成交壓又上去1.7萬億 兩市成交1.7萬億 而內地兩融 即是融資融卷那些 資金去到1.3萬億 大家有很多做孖展去炒 在炒的時候 很多錢湧進去 慢慢地上升 雖然中證監說 會加強對場外配資的管理 震一震 但無損 這些資金繼續湧進去 特別以科創辦 其實一直領先 早前有一些留在傳統股 但是實際上 現在領導的都仍然是科網股 你看到深圳創業板指數 升得這麼急就知道了 帶動到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大型科網股 就是衝刺 所以說科網股衝刺就是這個意思 最主要大型科網股 現在美國股有以下6隻 當然最大就是 騰訊和阿里巴巴 兩隻差不多大 今天升幅大一些 以阿里巴巴追落後 這隻為主 阿里巴巴今天升了1成 創了歷史新高 其實它昨晚 雖然昨晚 美股有反復 但其實美股 他開的時候 它已經衝上去 很早期已經升8% 曾經回落少少 就是7.幾個巴仙 但最後收市在美股時也有8% 所以今天回到港股 升一成上去都不出奇 創了歷史新高 後市怎樣? 這些就是升市莫古頂 但其實如果你看它 就有些像一個大型的頭肩底的情況 或者你當它是一個杯柄形態 其實如果這樣來看 照量照度它就可以升到很高 3月19日的低位是多少? 現在是167.6元 之前1月14日的高位是227.6元 如果你這樣量度的話 你當它是接近283元 這裡接近86元 即是有70元 如果這裡由283度量度到70元 那就接近300元 不到300元都過了290元 所以現在260元還有一些稅位上 有沒有這麼厲害? 不知道的 最近的市場 大家知道現在是有淺度 大家就勇 所以我就說衝刺 這個衝刺的時候 就是搏大霧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一成一成上去都不出奇 所以你說 260元可不可以到290元 到300元 我覺得都不是說不可能的 當然大家要小心 就是要用一個指賺 或者是問跌不問升的方法 就是這裡有個上升裂口 有個上升裂口 有個上升裂口 有這麼多上升裂口 就是你不要補了 如果你補了的話就要小心 還要看著整個外圍形勢 現在做好都因為什麼? 借人家的錢 借人家的時間 借人家的空間 借哪裏? 借美國 借內地 美國納指做得好 內地 A股的創業版 科創版的做得好 所以香港就有得發威 如果不是在香港 其實大家知道 很難會有大幅升 你看到本地的股 你看到恆生指數這麼黏 你就知道了 所以借回來 所以就是什麼? 短炒為上 升市人沒有問頂去到哪裡住 暫時股是有機會的 當著大位是多少? 300元 好 網易 上市以來 終於破了上去 今天就升10% 升一成上去 突破了140 又是 你當它是一個弧底 當它是一個弧柱 6月18日低位 125 6月12日低位 125 你當125元是底 近期去到140元左右 即是升了15元 你今天去到165元 咦? 到過了 即是這個差不多了 是 第一個差不多 第二個看法 就是這一個 今次這個弧 是一個什麼? 好像一個杯柄 最強的是什麼? 這個弧度 即是本來15元 變成30元 140元上去 就看170 這樣有沒有機會呢? 又是 升市就不估頂了 這個是一個大型的錢流入來的話 薄大帽的話 你可以上網 170 好了 另外一隻 京東 京東也是這樣 好像網易這樣 一個弧柱上去 你當它杯柄上去 也可以 這裡的低位 226.8元 226元 226元 即是24元 274元 又是今天到了 好像網易這樣 第一個 如果再加倍多一次 再加多24元 上去 差不多是300元 所以京東 如果你說 又是薄大帽 好像阿里巴巴那樣 再想看300元的話 京東再想 都是有機會 大概300元 但是記住 這個是因為借別人的 你一定要買的時候 如果你看300元的時候 請你 你一直用指責位 去保護自己 以下講的 這些大人科網股 都是 好 一隻美團點評 今天升5% 這隻股 衝破了200元大關 其實由100元到200 即短短這一段時間 升一倍 都是用了3個月左右 大家看看 4月初的時候 它都是90元多 4月1日這一日 它收市位是92.8毫半 4月 今天是9日 我們用回4月9日那天 就是97.2毫半 即都未過100元 用3個月時間 就已經升一倍上去了 即過了 現在200元了 200元 一個奇形突破 再上 這樣的時候 又是升市 古頂 如果你說阿里巴巴看300元 京東海300元 這隻有沒有機會再上呢 還有機會的 是的 由頂背池 等等 如果現在再上 看著多少呢 看著230 230左右 230左右 這樣不是很多 是的 因為這隻真的 升了很多 上來 逐步逐步看 又是 你要保護自己 例如這些容易 保護自己 第一 你不要再回來前浪頂之下 這裡 7月3日高位 193.1 193元 不要跌穿這個 跌穿要警戒 最後 你起碼不要跌穿這個低位 就是7月7日低位 180元 18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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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這幾天 跌一跌下來 有個低位買 這樣也好 如果你持有 就繼續持有 看著230左右 2180 作為止產位 這樣 繼續保持 好了 小米 小米 在大型科網股裏 真的比較落後 因為其實 今天的收市位 16.84元 還未上IPO 招股價 IPO價是17元 今天最高位 最高最高見 16.98元 欠多少 欠兩仙 欠一格 就會到IPO 但是 今天還未到 欠這一格 是什麼 意味著 這個其實 還是一個難關 起碼 希望盡快上回 17元 去回IPO價 這隻股 暫時來看 你應該用前浪頂 即是這裡 1月22日這些位 高位14元 14元 就作為重要的支持位 它現在像一個什麼 你當它頭肩底也好 杯柄形態也好 突破了現在衝上去 守住14元的話 你這裡再上去 是有機會去18 18 有沒有機會去20 都有的 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大型箱底 不過這個 不是即時衝上去 因為最近衝的力量都很大 你不要問 基本因素是怎樣 我覺得 其實現在這些科網股 全部正在升 就不是關於這個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 有什麼可能突然間會升到 有什麼可能 基本因素突然間改變了 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而是資金湧進來 全部用中資股來買 所以今天來講 譬如說 湧進來香港 金管局要接錢 或者人民幣 今天其實升穿了七算 即是美金正在跌 這些錢流進來的時候 找一些大型的股份買 因為買一些等於買人民幣資產 是這樣的一回事 特別是阿里巴巴 騰訊 那些 所以為什麼昨晚突然間 它就一下子上去 所以不是基本因素問題 是資金流向的問題 現在勇 就是一個衝刺 所以有條題是衝刺 大家要留意 衝刺的話 即是說 如果你跑步衝刺 就是最後 衝刺的時候 你說衝到多久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現在衝上去 大家如果要玩 就是在這裡 保障著自己 小心點來玩 好了 最後 騰訊最大型那一隻 其實今天升得最少 因為它這隻 最先衝上去 就是比阿里巴巴破頂很多 其實我都說過 其實它的主席也好 司儀也好 四百多元就開始減持了 現在減到五百六十三 今天收歷史新高 最近劉慈平都在減持五百多元 那些人 其實一路 他難道不想買高一點嗎 他當然覺得那些位置已經很高 但是 為什麼他們都猜不到 會繼續 還能升呢 就是因為他猜不到資金流向的問題 現在人家進來 不是公司的業務 什麼問題 而是錢進來 那麼大型的 才能吃得起那些 那麼多的錢 所以湧上去 大型科技股 現在受惠 就是衝刺 就是這樣 又是升市莫股 有沒有機會到六百 不是沒有機會的 升多不用一成都到六百 剛才那些股 說阿里巴巴有機會 再升上去見三百 京東見三百的話 騰訊是有機會見六百的 但是你不要問 基本因素怎樣怎樣 它不是因為 很大型的基本因素改變的 而是資金流向所造成的 所以現在 納子創新高 深圳創業板指數 不斷直線拉升 帶動的 港股今次的 科網股衝刺 是資金造成的 資金市 看著資金流向 如果你要玩 就一直推高指責位 保障著自己來玩 好 今天時間關係 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